障碍重重 星期天 快乐大戏院放电影 儿童半假 妈妈让小男孩带三毛看电影 他俩可高兴了 飞也似的奔向大戏院 吓得路人直躲让 可是大马路车太多 过不去 眼看时间快到了 两人心急火燎 急不可耐 大戏院就在对面 电影快要放映了 三毛和小男孩 耐烦了 从身旁的平板车上 拿起煤块 对着小车的司机就想砸 身后一个警察 恶狠狠地盯着他俩 小男孩发现了 吓得急忙 对三毛 直白手 情不 自禁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穿过马路 赶快检票入场 今天放映的是 苦儿流浪记 讲的是流浪儿 苦儿四处漂泊的故事 三毛 三毛想到自己以前的遭遇 竟情不自禁地放声 大哭起来 前车之见 一天 小男孩来到书摊 租书看 叫三毛回家拿钱去 三毛刚走了几步 只见一个小男孩 从树上摔下来 昏死过去 手里还拿着本 飞侠李寺 三毛怕小男孩看了坏书 也会走火入魔 赶紧跑回书摊 一把夺过小男孩手里的书 三毛拉起小男孩 刚要走 书摊老板 一把揪住小男孩 要他付钱 三毛气愤极了 哼 借坏书给人看 还要收钞票 你等着瞧吧 三毛转身就走 不一会儿 飞来一块砖头 砸在老板头上 老板跌倒在地 低头一看 好厉害 大侠三毛 大侠三毛 四个字 月染纸上 迅速传染 妈妈叫三毛给小猫洗澡 小猫身上的跳蚤 全跳到了三毛身上 三毛浑身齐痒 难忍 他一把将小猫 从澡盆里拎了出来 妈妈过来一看 怎么三毛自己坐在澡盆里 洗起来了 我没有什么 衣服 妈妈那边